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来到法医小课堂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堂课了 给我们四位发个结业证 好激动啊 我从小到大没这么多快乐 我毕业了 好我还是把这个案子给大家介绍介绍 有一天晚上 哥哥呢带着他自己的儿子和弟弟开着一辆车回老家 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开车途中呢 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状态 结果呢掉了三公里去 这个哥哥和哥哥的儿子死亡了 弟弟呢什么伤都没有 问题来了 这个儿子头发还有眉毛烧了 哥哥的尸体在旁边一个一米深的一个水壳里面死在里面了 啊 弟弟说我当时有策略 他说睡着了 啊 所以就有怀疑 嗯 怀疑是弟弟做成手脚 嗯 我觉得有不同的解释 好咱们俩有分析 我占你老师 我也觉得是 我认为我占刘老师的原因是因为 非常严谨 毫无疑 大家好 欢迎来到法医小课堂 今天呢应该是最后一堂课了 是的 应该来说还是有点不舍的 应该有点不舍的 这个小课堂也上了 真的不舍的 你会演 你会演 配合 不然你尴尬了 我就不演 很尴尬了 大家到这个课堂来了以后呢 从开始的这个 法医可能是一般小白吧 然后学到了很多的法医知识 我觉得从现在看 大家都是应该是对法医 自小很多的 还不是一二的了 是的 应该是至少一二三四了 这样是一个 最起码5到3 对 最起码5到3 2.5到3之间吧 对对对 今天我们还是给你们一个案子 看得非常简单 但实际上还是有一点初衷复杂 最后也可以学一些新的知识 好 学无止境 好 我还是把这个案子给大家介绍介绍 有一天晚上 这个天应该很黑了 这个哥哥呢 带着他自己的儿子和弟弟 这个关系就说起来很复杂了 就这个人带着他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弟弟 就是他儿子的叔叔 嗯 开着一辆车回老家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开车的途中呢 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状况 因为没有路墩吧 在一个山里面 结果呢 掉了山沟里去了 压剧就出现了这个残剧 哥哥和哥哥的儿子死亡了 弟弟呢 什么伤都没有 毫发无伤 没有伤 没有伤 这个车祸的话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 同一个车厂上面两个死家的 一个还没有问题 所以就有怀疑 怀疑是弟弟做了什么手脚 嗯 或者是 在他出车的时候 他是有预判的 保护了自己 所以弟弟实际上是背了很多嫌疑在身上 嗯 是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法医就要去出现场了 法医出现场看到了什么情况呢 是这个儿子 头发 还有眉毛 烧了 有点烧焦的痕迹 这是一个问题 嗯 然后呢 这儿子呢 他是躺在这车旁的 在说车外面 不在车里 但是车外面 这个头发给烧了 但是问题在他烧的这个地方旁边 有一个罐装了一个汽油的一个 一个罐子 一个小汽油罐 装了汽油 而且呢 有使用过的痕迹 水汽油 汽油旁边还有一个没有燃烧完的一个毛巾 哥哥的尸体在旁边一个一米深的一个水壳里面 死在里面了 然后警察就问了这个弟弟你在哪里 弟弟说我当时有车内 我听见了哥哥和这个我侄儿子的呼唤声 但是呢 他自己爬不起来了 所以被这个卡在里面出来 然后呢 加上长途开车疲倦 他是开车人 所以他说睡着了 睡不去了 没管他们两个人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几个身体 第一 这个气火 为什么烧掉它 是的 还是在车外出现一个烧的 然后呢 哥哥 为什么在一个一米的一个水壳里面 知道了 到底是不是 是延迟的 还是不是延迟的 这两个问题 可能会牵涉到我们今天法医的一些内容 那你就得分开来看 对 水火无情 我觉得先看儿子吧 因为他那个太 就很明显旁边又有没烧完的毛巾 然后还有一个 说漆油罐 漆油罐 这个就感觉特 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下 会出现这两个东西在他身边 着火了 爸爸想去找水坑帮孩子浇水 爸爸自己头上也着火了 想把头伸进去 灭火 身上也可能有火 我就想要跳在水里面去 所以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 法医上的一种死亡 就是高低温 高温和低温的问题 在这个上面主要是高温的问题 火的问题 火烧了 所以这种火烧了以后 它的烧伤是怎么去判断它 所以我们想周老师我们介绍介绍 烧伤怎么去分析 什么叫烧伤 因为我们在这个高温里面还有一个烫伤 我们就我们就说什么叫 有时候说烫伤了 有时候说烧伤了 这两个词语实际上在法医上是不同的 一般说就是我们很简单就明火 燃烧的火焰 对机体表面的伤害 这是烧伤 如果是液体 对人体的伤害 高温的液体 这是烫伤 啊 对 我就有这个液体的烫伤 我也有 我现在还有这一个疤 我是热水袋 热水袋 热的油它都是烫伤 所以液体和固体引起的是烫伤 火焰叫烧伤 然后呢 有的会引起疤痕 有的不会引起疤痕 为什么会引起疤痕 这跟我们这个临床上面来分级有关 就是你的烧伤是一级 二级 就一般的开始是一种异度的烧伤 是一个红斑 就没有吸水泡 你看这个 这是一个红斑 这种红斑不会留下疤痕的 最后会完全吸收好的 到了二级就出现一个水泡 水泡就会留 对 临床上大概就是分一二三 但是法医就多一个 多一个是 就是烧焦了 烧成碳的 烧成木炭的 烧成木炭 一般来说 皮肤上面痛觉是非常明明的 烫一下子很痛很痛 对 特别这个烫伤烧伤 对成人可能要稍微耐手劲强一点 儿童 因为宝宝皮肤比较嫩 他皮肤比较嫩 另外他这个 省伤又会比一般的要重 那之前就经常会看到他有那个 比如说 我不确定 就是他有报告会写百分之几 百分之几这样的烧伤 他怎么来断定这个百分比 因为是面积 我们从这个深度来说是 就算了 一二三四级 这个范围是算面积的 因为法医上建立这个省上程度 也是用面积来算的 他只有两种分类方法 一种叫九分法 一种叫手掌法 所以我们先把九分法这个道具算上来 好 小琪刚才问你这个面积怎么算 我们临床上是九分法 我们说头面部 相当于整个人体的面积的百分之九 所以我们在头上面给他贴上一个九 九分之九 九分之九 就是你的头发和面部和你的颈部 都算百分之三 就三个三加起来这样子 然后上支呢 它是两个九 你就这边贴个九 这边贴个九 好 相当于是双手是五 上前臂是六 百分之六 双上臂是七 五六七 这就是两个九 是吧 二十九一十八 一边在百分之九 以后我出个题目叫这个 郭俊成你要回答的啊 好好好 好 接下来就是躯干了 这是胸部和腹部 嗯 这个是三个九 哇 嗯 它三个九 胸部腹部三个九了 对 对 三九二十七 相当于是正面是百分之三 然后呢 反面是百分之三 就算是六 慧音那个地方 算百分之一 所以我们就给它三个九贴上去 三九 最大的来了 下肢 下肢有五个九 啊 这么多啊 五个九 因为那个臀部啊 啊 大腿啊 这很很那个 然后呢 臀部这个数字呢 蓝铝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一般用一个通用师来记 你臀部的这个数字是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嗯 就是你的两边的这个臀部 一共是百分之五 对 这都是两边 好 问题来了 来了 我们经常用手去打人家屁股 请问你 你用你的几点几 打对方的几点几 是个 就是这个 这个我现在想懵 懵吗 我用我的五打他的4.5 这是四五吗 手不是五啊 双手是五 我用我的2.5打他的4.5 是2.5吗 前后不一样 2.5 2.2 2 2.25 1.25 对 1.25 打打这个0.25 我用我的1.5打你的2.5 对 这个是我们当年老师教会我的 你们的黑话 我的黑话 然后把这个表呢就给你们 给大家看一看 好 这刚才九分法 那我可以用这个说任何东西 你的三有点乱了 现在 我的三乱了 三调整一下 天呐 我反应过来了 天呐 以后我们就可以讲这种别人听不懂的笑话了 这就是知识带来的乐趣 对 1.25打你的三 打三 是不是三啊 没有三吧 那就要打两巴掌啊 三 你用你1.25 打我1.25 我的1.25 打你的1.5 是 呃 深舞不打笑三人 不打笑脸人 好 暂时回到案件 真相 跟大家说一下 好 这个车子掉了山沟里面 然后呢 山沟的这个沟还是比较浅的 其实三个人都没怎么受伤 都没怎么受伤 周围呢 没有光亮 所以儿子从后备箱里面拿出一个小油壶来了 把毛巾放在锡头上面 把这个油就倒在这个毛巾上面 就点火 哪知道这火一起来 直接就一个爆烂的角度 就把他这个面目头发什么的就烧掉了 哇 烧掉了 儿子呢也很紧张很痛 这种情况下 就开始有呕吐 所以这个食物就到了 到了气道里面去 这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叫做食物流到气道里面去 我们可以叫 椰屎 或者耿屎 这种情况 当他父亲 就是刚才文说的 他也是想叫儿子 就去跑去打水 一下子滑下去了 加上水里面是有心态滑的 一下子滑下去了 一系列的悲剧 对 但是汽油怎么来的呢 汽油有没有可能他想造成那个火 那就是这个弟弟的问题 对了 他为什么在车上备一桶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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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修车的把人家油 油箱里面油 给抽出来 放在货币箱里面 是有没有谁把它用一用 这么一个 明白了 今天这个案子呢 我想的话 大部分还是意外 我们要防止意外了 不要疲劳驾驶的 对 不要疲劳驾驶 还有不应该点汽油 是的 其实很危险 遇到车祸之后 本身就有爆炸的 也会爆炸 对 你还在那点汽油 所以有这种 可以学习这种房子意外的这种知识 实际上也是保护自己 还是保护别人 也在保护家人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课就很短 因为你们实际上通过这 这一段时间 这个白小课堂 已经结业了 所以我们特别特别的 要求这个主办方 给我们四位 发个结业证 给我们四位发个结业证 哎呦 真的吗 此时应该有掌声和音乐 是我的吗 我觉得得到 好激动 好激动 考核成绩优异 我们就说 我从小到大没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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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 我毕业了 包括没来没来的这个朋友 我们也会给他们 对这个也要感谢感谢诚意 这可有的说了 白雨凡张燕齐 张燕齐 我们会向他们传递一下 我们内心中炫耀的心情呢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今天开心的是收到老师 发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小课堂的结业证书 那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些问题一个老师 这些问题呢 可能不像之前小课堂里面提到的 是关于比如说法医相关的专业性的知识 但是呢都是和法医有关的知识 我们还专门准备了一个踢板 来 好 你变踢板了 终于到我们上踢板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看我今天真的最后一堂课了 如果在每次选一个三好课 我估计你肯定要得了一个三好课 真的 法医生活习惯大调查 对 这个小课堂呢 之前光教专业知识了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法医这个职业 对 买海鲜的时候 会看鱼眼 乱鱼的死亡时间 新鲜程度 会吗 周老师 可以看眼睛和他判断他 因为有的时候买不到货鱼 这个看他的新鲜程度 是的 你们确实会看乱鱼的时候 另外我们还会压这个 因为人死亡以后 眼球会变软变凹陷 所以我有时候会压鱼的眼睛 触摸 触摸一下 对因为你的嗅觉不好 对我就看他的那个牙力怎么样 就很饱饱满的就是刚死的 那你就教就教了一招 我一般就看他的透明不透明就行了 那我也会用两招 我一般就看擦单上鞋的 买肉的时候看颜色 文味道 文味道 周老周老师 对 你一般的买肉看颜色要什么样的颜色比较好 我肉颜色就是肉颜色了 这个肉肌肉是一种比较白的 这边肌肉是比较红的 一般那个红的特别鲜艳的红的 我一般不会买 我也不买 它是 它有的总是屎猪 血没放出来 就沉在里面 如果是放血的话 它就是一个平血状的这样 所以太鲜的那种猪肉一般都不会血的 所以会买什么颜色的呢 就那种白颜色的比较 偏白一点 偏白 偏平血的 那里边有血不是挺好吗 买一斤猪肉送半斤斗血 万一它有病什么 常规杀猪是会把血放出来的 哦 对 对颜色鲜艳的凉拌肉菜没好感 没好感 这个是一样的 叫做粉韧肉 对 很嫩很红的 凉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跟第二条的有一点一样 就是有那种特别红的燕的这种是夹了 它们一个是想增加让你看到很新鲜 另外一个它可能是有点防腐左右 压三眼 但是还是对致癌物质 对糊状的食物没好感 是因为 嘔吐物是吗 不是 胃里面 胃内容物 胃内容物 胃内容物是吗 对 会想到那个东西 昨天主家人问我 别人给了一点那个黑芝麻糊 我们讲过 如果是这个芝麻糊是白的和黑的 你选哪一个 我说我肯定选白的 白芝麻糊 我们有时候那个菜糊糊都不太愿意 那个青菜糊 青菜糊 因为太容易想起来 对 会想到那个 鸡蛋瘦肉粥 八宝粥 那我也好 八宝粥可能还好 颗粒感还强一点 没有 我们演兔的戏 就是把宝粥兑水 含在嘴里 那你们 你得跟道具说一下 得再弄糊一点点 我们以后再拍这种兔的戏 就打电话给刘老师 这可以吗 这可以 这可以吗 可以过 就这个 跟道具老师说 这个和胃内容物的样子 还有一点区别 下次要听听你的讲 讲讲你们的这个课 我们听一听 那还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些 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习惯 或者小细节 是法医这个行业会有的 我记得戴手套还可能会 导致这个划伤 划破之后 它也会存在着感染的风险 我们每一个法医 就做法医病理的人 手如果没有划破 没有划伤的 就不是干过法医的人 都有过 都有 那会不会有接触到那种 就是会有传染性疾病的那种 免不了的 我的学生好几个都是这样子 开始不知道这个是艾滋病 吸毒的 艾滋病 对 吓死了都 手破了 破了以后当时也是很紧张 然后要观察 要去做这个查学 看有没有HIV的抗原抗体 这玩意去查一查 理论上 艾滋病毒 就是人死掉以后 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没有了 但架不住这个怀疑这个事 对 这个恐惧消除要很长时间才能消除 我们有几个位置非常容易受伤的 比如说这个肋骨鞠开了以后 手要进去看那个肺 看那个胸腔 会拿手进去去把这个杖子拿起来 这拿起来那个断茬子就在里面 就会把他发断 另外就是脑袋打开以后 脑子会前面后面有一个突出的一个尖 然后手去抠的时候那个尖去砸上去 我经常会有这样的尖 骨头的碎片 它是尖的 尖手套没有 有的交通事故 或者是 还有骨折碎片 甚至现在有的医疗铺加的一些支架 那个 心脏支架这些东西 金属 对 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 有的时候也会刺到这种肌肤里面 还有就是操作上 年轻的 不知道厉害 拿刀子在上面 对着人 刀 刀不要随便丢 不用的刀拿过去 如果你们刀如果用的话 放到这样保护自己 刀用过方位底下 放好 刀刀刀刀刀 这个刀子一定是放在自己这个 能够看到控制 可能方位内 不让别人动 那老师们就是 有没有 比如说 做噩梦也好 或者说 偶尔会就是思考职业经历 会觉得某些经历在当时觉得还好 后来后怕的那种 时刻 我觉得我的职业对我好像睡眠吗的印象 没有印象 我睡眠一直都很 我可能是心里的那种自我暗示自我调试比较好 我总是觉得我们这个职业 就是一个积德的事情 只要是为这个使者替他说真话 我想他无论什么情况下 他应该会回馈给我们 我一直在写这个 我的那个那个 QQ空间你们这样写的吧 我说这个让死者和活者 在各自的空间和轨道里 就是明白的活着 我说我们开始学这个是 是兴趣 到后来是用责任 再到后来就是用敬畏了 所以我没有太多做噩梦的事情 所以我没有太多做噩梦的事情 我总觉得好像我没有做那种黑心的事情 每天都很开心 每天都很开心 对 对 我觉得因为老师们是觉得自己在做善事 所以心里就会很敞亮 其实法医这个职业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个完全神秘的一个职业 就是你们看到一个尸体 你们可以很从容的 包括很理性的把一个尸体 进行你们的科学方面的解剖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这是个很难过的一关 那如果说一些新人的法医的话 会不会要做一些心理疏导呢 或者是不是法医必经的一关呢 我们现在是能够来主动来问法医 关心法医的 我们都觉得很满意了 就是有人来关注我们 来打听我们 如果这个人还想来学法医 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觉得 觉得很难得这样的 像秦宁这样的人 其实这个专业的这个兴趣 特别在法医上面 是很难得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他需要保护 不会让你受伤害 所以很多情况下 如果遇到特殊特别危险的情况下 你往牌上站 我们现在先 都是一个传统 就是你比人家大几岁先来的 你就在里面做 要给他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那么可能心理上 可能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其实法医 平常在一起是一个很融洽的一个团队 出差什么回来 回来以后不管半夜多少 一定会消夜 我的师父就是这么想的 无论和你做了这个时候 你就大家在一起慢慢慢慢算 互相来倾诉一下 对 所以这种氛围是比较好一点的 一代一代往下传的这样一个 所以还是这句话 法医 他就是个普通人 你别神话他 你也会犯错误 也会做那个焦虑啊什么 这都有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 一个是让大家理解 在我们自己内部的做好团结啊 传承啊 帮助会不会有人来发扬 来继承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所以很有心有这一档节目 来把这个 我都没说这个彩蛋 扎到法医套上来了 一定是某种天意在安排 一鸣之中 我始终认为这样 一鸣之意 让我们在这相聚 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个事情 最后一次提问 还有没有问题 没了没了 还有没有问题 我没了我没了我没了 有问题的话记得给老师们 单独发消息 好我这大约还有48个 没有没有没有 有问题记得给老师们发微信 所以希望我们以后这种课堂还能有 我也希望还能有 我也希望还能继续 再来两季吧 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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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或者全部责任的 要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 那这个案件当中呢 我们来看哈 弟弟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是导致哥哥和孩子死亡的一个间接的原因 同时呢 放在后备箱的这个汽油壶啊 也是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呀 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呢 弟弟还是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民事责任 才更加的公平合理 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 在夜间驾驶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能疲劳驾驶不能违规操作 避免发生这样的悲剧 同时呢 像散装汽油这样的危险品也不应当 随时就放在车里 这个案件也是充分的体现 法医的重要作用和价值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件 我们经过了法医鉴定 发现这两位死亡原因 并非交通事故导致 那么我们就避免了错误的将弟弟 定成交通肇事罪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说法医的鉴定 在司法案件的处理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他能够还原客观的真相 他能够帮助法官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 正确地区分责任做出判断 所以在司法公正这个层面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这一会就我们搞了一个什么故事出来了 小明的一天 哪个是烧伤 哪些能够导致的历史 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导致肚死了 我不知道是影视剧的一个习惯还是怎么样 就是人只要死掉 就会把它画得很白 你说的那个现象 说这个很多时代是白颜色的这件事情 现实当中不是这样的 皮肤颜色不代表丝版的颜色 想不想体验法液去切开这个皮肤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我们用的是 来 先做一个切口吧 重型的 你们其他三个想戴手套吗 啊 每周六周日中午十二点 会员抢先看 出入职场的我们法医纪正片 每周四十八点法医一千零一夜 会员抢先看更多精彩内容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有人欢呼 有人孤独感谢 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公路 一路前行仰望星辰 也许告别也是新生 走在微光之下 谈寻生命的阵 出谋回忆出谋纹理 用指尖还原轨迹 能否穿越烟痕 将一切为多长期 上微博搜索话题 法医一千零一夜 get更多精彩 关注新浪娱乐 更多精彩说讯 早知道 见证过爱恨奇迹定格 那个揭开未经的谜点 未曾经历冒险 如何看见 月的另一面 我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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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鼓劃 我让你们鼓劃 终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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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会与你的靠近 全我双手相依附近 勇气面对着潮汐 我会告诉我自己 努力让人民群兽 在每一个都是生命的印象 感受到公平正义 谁是人 向前线 居一脸 诚实 刘朝玉 许子彤